各位華人健康網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唐又欣 很多長輩都會說 我的腰不好,我的背會痛 其實腰背疼痛也不是老人的分離 可是如果年紀大的長輩平常坐在椅子上 你可以幫忙他做一些很簡單的腰背伸展 這樣的話,他的腰背就會舒服很多 很簡單的動作 例如你總是有一個枕頭 你可以把它放在老人家的肚子前面 讓他有支撐,兩手放在你的前方抱著 讓你的長輩、你的爺爺奶奶下巴收起來 慢慢的身體往下 如果沒有枕頭的話,我可能會掛著 這樣你的腰也會有壓力 所以多一個東西,一個球也好,一個枕頭也好 來,身體慢慢的全靜來 停在這裡呼吸 每次吸氣的時候,你會感覺到他的背是打開來的 因為有的時候你的腰僵硬很久的話 你會沒有空間讓脊椎去打開 所以這動作輕輕的把你的脊椎打開來 停在這裡要呼吸 而且每次吸氣的時候 感覺你的背是往外擴大 之後吐氣的時候慢慢的慢慢的捲起來 這是一個很安全 而且幫助脊椎伸展的動作 那當然之後你要幫他帶一點伸展 兩隻手要放大的上去 讓你的脊椎拉到這一場 對,感覺到脊椎延伸 尤其是長輩,他們可能都被拖久了 你一定要讓他脊椎多一點點空間 然後手指間一直往上,脊椎一直往上的感覺 然後客氣的時候慢慢的打開來 然後身體慢慢的放鬆 趕快到中間 來,再一次 你可以抱著球 抱著枕頭 還把你的背打開來 這樣子輕輕的練習 只要你坐著沒事 你都可以保健齊睡喔 好,除了剛剛坐在椅子上 可以練得下背疼痛的動作以外 在睡前或是你有時候會躺在床上 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好,記得慢慢的側躺下來 那這個動作是可以強化你的背部力量 然後手放在你的大腿旁 那家長可能沒有辦法把頭部抬很高沒有關係 輕輕的讓他腳掌開好以後 臀部微微的上 對呀,這個時候你的臀部是用力的 下背是用力的 來,再慢慢的放下來 高低都沒有關係 可是呼吸很重要喔 吸氣 呼氣的時候慢慢的上 好像你的極限一極極的捲起 好了,不用很高 吸氣 好,慢慢的再自己放下來 來 再來這樣真的放下 這個動作 可能可以做到四次 甚至到八次 之後再把膝蓋彎起來 兩手幫的膝蓋 放在左右 輕輕的動一動 按摩一下你的腰背 好,如果 晚上睡前你可以這樣輕輕的 強化一下你的背部 甚至按摩一下你的背部 你就會睡眠品質也比較好 也可以預防下背疼痛 甚至讓你的背部不舒服 也可以慢慢改善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